是先先生來為我們致詞 16號出席中立福論社活動 致詞前林志堅特別喬西裝褲 只是講沒幾句話又拉一拉襯衫 看起來似乎有點不自在 原來是褲子破了 他在臉書自爆這件事 林志堅16號晚間發文自嘲 被鄉親提醒褲子破了 2018年做的西裝褲得送回原廠維修 也透露自己珍惜的還有這樣 黑色皮鞋閃閃發亮 放在墨盒裡面保存 但拿起來看鞋底已經破損 鞋根斷裂無法再穿 這雙皮鞋曾出現在2014年 林志堅競選市長的文宣禮 當時跑選舉短短一百天鞋底就磨破 林志堅還特別把這雙鞋收藏當紀念 林市長是個非常重感情的人 其實那雙皮鞋是在2009年的時候 他跟夫人一起在台南買的 那他們走過非常多的鄉鎮 打過非常多的戰役 都已經磨破了 他還是一直在補他 跑行程上山下海 林志堅習慣西裝加皮鞋 但磨損的也快 未來選舉只會更操 行頭可能還得多背幾套 三零新聞解放起問文宣 SN小組臺北桃園報導